教典 焦点38 ATP ATP 腺肝三磷酸是一种核肝酸 属于核糖核肝酸 ATP是构成RNA的原料之一 也是细胞中能量的直接提供者 ATP是由腺飘磷和氮碱基、核糖、五碳糖和三个磷酸基所构成 腺飘磷和核糖可称为腺肝 细胞进行各种生理作用所需的能量 无法由葡萄糖直接提供 必须先将葡萄糖中的能量转移至ATP 再藉由ATP水解释出能量 提供细胞进行各种生理反应所需 磷酸化形成ATP ATP及1分子的磷酸结合而形成1分子的ATP 形成1mol的ATP 约需消耗8000卡的能量 去磷酸化 ATP水解 ATP水解后产生 ATP及1分子的磷酸 1mol的ATP水解也可释放7.3000卡的能量 转换效率90% ATP的形成耗能8000卡 ATP的水解 适能7.3000卡 偶连反应 生物体内的吸能反应与放能反应 借ATP而联合 例如葡萄糖分解 液化代谢所释出的能量 可储存在ATP分子中 当ATP水解时 会释出能量 提供细胞进行同化代谢所需 能量的利用 ATP分解产生的能量 可直接用来合成新的大分子物质 或是可提供其他生理作用的能量需求 包括物质的主动运输 肌细胞的收缩 鞭毛的运动等生理作用 ATP分解后释出的能量 有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转换成热能或光能